哎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零七啊欢迎大家观众这次视频啊这次视频呢 简要的总结一下啊这个最我最近啊研究的这个钢铁知识2的一些这个mode的一些这个制作 制作方法啊主要集中在卡组上面我最近只研究了这个 呃先说他本来他应该他是有教程的但是啊 我找了一下教程但是 呃不是很怎么说呢 嗯不是很 讲讲的不是很很很透彻就是可能想的比较简单 那这边在steam的这个指南里面啊我这个已经把这个 挂了一下这个 啊机场是要机场吧搞不懂啊黑话搞不懂 嗯在里面直接sow mode可以搜出来一个叫做这个 呃 molding in new in a new division in steel division 2啊这个这个就是 呃在钢铁知识2里面来做一个新的这个就是新诗啊 这里有个模的他讲的很笼统啊 所以我就进去研究了一下大概就把一些数值什么的搞清楚了 那么我们就不用看这个我直接这些来跟大家说 然后 也算是给我自己说吧因为我估计 过几个月我就彻底忘记了 呃 就是说一下我知道的一些就是呃改什么东西在哪个地方 完了以后最后再做一个试验就是我呃 丛林创造一个 新的诗啊当然你修改就有现有的诗也可以啊 不过再说这都是mode啊就说 基本上你是只能在单人模式使用多人模式的话除非是 呃你和对方都有同样的mode才行不然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ok 所以我们打开刚眼知识的目录啊 然后steam的话就直接在这个里面对吧 浏览我本地文件就行了 呃如果是这个破解版的话就 你自己去找啊这个我只是以steam版为例 因为我是有这个版所以其他版本就作为一个参考吧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版本就是那个 嗯 gog版gog版的话 应该也是类似啊就应该做一个参考就行了我就以这个为例了 好打开他这个呃 游戏界面 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就默认的话这里会有一个mods mode这个文件夹对吧 他就是所有模组的一个制作模组的文件夹打开他 默认的话呢应该是除了这个test以外这个是我昨天 选一个视频测试用的那个模组 之外其他东西都是有的 然后这边呢有两个pdf 这个是可以先就是如果 就是看懂英文的话可以先看一下 那分别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模组教程官方出品的 但是写的非常简单就 呃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模组 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的模组 你看一看 是比较有用的 呃 如果你就是已经做过一些游戏模组大概知道 就是这些游戏就是做模组都是一些什么套路 那么这个文章 这个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没有很多意义 就顶多就是一些就是 呃 参考就是说你万一不知道他那个那个东西是放在哪里啊 拿来看一下 因为他的教程实际上只设计了非常基本的东西 就是说 你只要是稍微做过一些模组的人都明白这个东西 就你就基本上做个参考就行了 那么参考的话还有一个是这个ndf 这个东西是做一个参考就是他的 所有ndf文件里面他的一些这个 呃 包括他的语法呀 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结构就是那个就是 呃 怎么说他应该是 他这个里面就是 呃 这个游戏 他的他的这个呃 战战游戏系列也好 钢铁知识系列也好 他都是用的这个ndf这个文件 他是有一个固定的语法呀 还有什么东西 他就是也是给你做一个参考的啊 但是 我这个视频里面用不到啊 用不到 嗯 所以可以看一看 好 然后 首先我们要 创建一个新的啊 mode 新的mode 那么我们首先双击这个create new mode.bat 双击打开他会他会有一个英文啊 他的英文的翻译就是让你输入一个新模组的名字 那我们就直接输一个叫做测试二啊 测试二啊 test二啊 当然其他也行啊 比如说什么呃 stupid的yugen啊或者什么呃 呃是吧什么维席法国制作组合 随随便你们这么说啊 这个我就用test2了对吧 啊回车啊打个回车啊 他就会开始创造目录 等一会他创造完了以后他会自动关掉 还要创造一个目录结果 他会要要一点时间 他自动关掉就说明这个对吧 已经全部做好了 然后test2对吧 打开以后是个这个结构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要改这个卡组吗 我们要设计到三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基本的操作都是在这三个文件夹内完成的 我们首先看我用这个 我打开新的窗口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在这个 game data这个文件夹里面 呃 generated这个generated打开gameplay打开dex 这个是卡组打开啊 这个文件夹是一个最主要的 我们要编辑的文件夹在这里面 就这些文件 然后第二个是在 也是game data里面 在这个gameplay啊 不要不要这个generated就直接gameplay 然后dex这个卡组啊 这个里面也是需要有编辑的 好第三个啊 那就是game data里面的 呃 呃 呃 localization啊 这个呃 就是这个本地化啊 这个文件夹啊 三个文件夹 主要是修改这三个文件夹的东西啊 就可以呃 怎么说就是 创造一个新的事业好或者编辑旧有的事业好都是在就够了就就三个文件夹基本上基本上够了啊 不一定啊还有一个文件夹但是暂时先不要用啊等会儿就是之后再用 OK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 对啊 我们一个先来讲一下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啊 呃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文件开始吧 dex这个文件夹 呃 我觉得这个顺序不好 我觉得从这个我觉得要从这个结构开始讲 就是从最外面 就是从最大结构往最里面结构开始讲 OK 那么我们从这个 最最外面的结构开始讲吧 第一个是这个division list的诗列表 这个列表就说明了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啊 对这个里面他这个因为U进他是一个法国制作组啊对吧 被大家称为最好维系法国最好的游戏制作组啊对吧 呃 他他的这些文件里面是用英文写的 但是他里面说明文字很多是用的法语 比如说这个 所以推荐各位呢 就是在做的时候啊 打开一个这个翻译 呃 谷歌也行 或者是dpl随便啊 就打开一个翻译软件 因为法语啊 除非各位如果学过 那当我没说啊 但是我不会法语啊对吧 所以他你就可以翻译一下 对吧啊 这个上面是写的文件是自动生成的请勿编辑 但是呢 不要管啊 不要管我们就是要编辑啊 不编辑你是做什么模组 所以这个话是不要管的不要管的 ok 这个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游戏里面所有可用的诗的名称啊 然后他这边诗呢 是这样一个结构啊 dscraptor这个是他的默认的一个东西 应该是就是告诉 我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 不我并不会什么变成啊 但这个反正是前面他必须要一个东西 应该是就是 应该是就是说这个他他他游戏文件读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后面是什么吧之类的 deck是卡组啊 division是诗啊 这个都是固定的就不用管 然后这个这个空格都是用这个下话线代替的 然后这个东西啊 就是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别啊 他这是个标准格式 你不用这个取名也可以不影响 只是我是来解 我是这样解释一下官方这些意思啊 但是你不用这个取名没关系 fim表示芬兰 gr表示德国 sov sov 表示苏联啊 然后其他什么usuk啊 什么这这这都是 对吧 还有什么pol波兰啊 这这这对吧 这 大家都都知道就就不说了 这是一个国别啊 然后这个下话线啊 这边就是这个 呃 呃之后这个就是这个 诗的一个名称啊 这个是诗的名称 呃诗的名称 它是一个简写的名称啊 这有些是比如说 是这种像第二二进坛 是这个二c c h a r g d啊 对吧 就是三二c是指的这个 啊我也不知道啊 啊 啊 c啊什么什么啊 guard啊 这个不是二进坛吗 还是 还是第二进卫机械化军 这个应该是第二进卫机械 cavalry 这个是不是第二进卫机械化军啊 啊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这是军队 它是个简称啊 这个具体是哪一个的话呢 就呃 各位自己去查吧 我我也我也没有这个表啊 对吧 就各位看着像什么像 像这种是二十庄对吧 二十 然后panzer叫二十庄啊 这个是啊 这个呃 啊 这这这些啊 但是他后面的根据他这个诗的这个 呃 类型不同啊 他还有不同的名称 比如说后面可能会有一个 一个剧本名称 像这个是啊 啊 呃 剧本名称呢 是表示这个 因为比如说他啊 他最后这个是hbhb啊 表示history battle 就是历史战 历史战斗 就是那个 呃 呃 历史战斗那个模式的 那个诗啊 然后他所以他前面会有一个一个历史战斗的 那个那个剧本 那个那个那个战场的名字啊 比如说 阿兔班就是指那个 呃 地域高速啊 这个 阿兔班的 海尔还是海里 反正是用是德语还是法语 反正就是 呃 地域高速 然后 他里我不知道是哪个剧本 反正啊 这个是 呃 呃 克鲁克鲁普吉亚 Krupke Krupke 对吧 他是这个剧本的名称 加上hb就是history battle 就是那个历史战斗 啊 然后这个multi 这个multi multi就表示是这个多人模式使用的 就是大家在这个 呃 战斗群构建的时候能用的那些诗的名称啊 就是multi 然后这个 呃 可能还要别的吧 但是好像一般就主要是这两种hb和multi 这个就是表示可以用的这些诗的名称 所以如果要新建一个诗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啊 换一个名称 OK 就就是怎么说呢 就复制一条现有的 然后在你修改成自己的名称啊都可以 但是前面这一端应该是 我不知道要不要是不是要复制啊 反正 比如说按我来说的话 然后我只会改中间这个名字啊 其他的我会保留 OK 这是一个division list OK division list 完了以后下一个就是这个 下一个不是内容 而是序列化 deck 呃 不是不是序列化说错了 是这个division division就是诗啊到诗了 到诗以后呢 我们以这个 索菲尔 什么 铝 这个随便找一个吧 加拿大 第三 什么玩意儿 我没买第二次 所以不知道 能不能找一个我知道诗啊 芬兰 第十诗 这是solo的 solo的 标 找一个我认识的 芬兰 十七十 这是solo solo的话就不一定 solo和multi不一样 solo它是那个 怎么说呢 solo感觉像是 像是给AI用的那种 我们找一个multi 因为solo它 它在division list里面是没有的 就以这个为例吧 芬兰十七是 芬兰第十七是 然后是多人模式使用的 ok 那么从这里一直到下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那个扩号扩回来 就是那个对吧 这一段就是它的整个诗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定义了 首先是它的这个诗的一个guid啊 guid是一个全球唯一的识别码这个东西 如果各位需要添加新诗的话 你需要找一个网站去生成一个guid 只要能生成就行 我这边呢 有一个网站啊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啊 搞错了 不是这个是这个啊 是这个这个叫做 free online guid generator 其他的也行啊 都可以啊 自己找个都可以 它只要是能够生成这种这个 标准的那种 就就 不需要这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 这些这些东西 我只要一个标准的guid 就能够随便生成一个guid 就就行的就行啊 然后他只要不跟这边重复 不跟他已有的重复 不跟这个游戏里面已有的重复就行 实际上 只要不跟这个游戏已有的重复就行 啊guid 这边有两个guid啊 看到没有啊 都是需要生成的 就是需要找个网站 如果要做新诗 如果是 改现有的诗的话 就不要动啊 不要动就行了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什么name 啊division name description啊 这个东西呢 它是 我们稍后再说吧 这个东西的话 先不管它 我们稍后讲到 对应的这个叙述的时候 再说啊 它是通过在这个 我先大概说 在这个localization里面的这个 这个文件里面 你写好以后 然后它在这边调用啊 相当于是一个调用 是个调用 所以它这边就是调用在 我是说跟模组有关 如果是 它官方本身的文件的话 它是在游戏文件里面 就无所谓 如果是你自己要改的话 需要是在这个里面写好以后 在这边调用 调用 好 然后这个 division power classification 是指的它这个 诗的那个等级啊 dc下滑线pw啊 这个不要改 后面这个东西呢 1代表a级诗 2代表b级诗 3代表c级诗 芬兰斯七不 啊 17 17是应该 我记得是个c级诗 没错吧 应该是个c级诗啊 123分别代表a b c c级诗 这个东西其实意义不大 对吧 因为 因为 因为你都自己改mode了 我觉得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我对 其实我对这个 感染之事啊 这个是等级的定义 也不是很理解 感觉就就就随便下线 好 这个地方是这个 诗的这个 呃 就是所属的阵营啊 这边呢 是一个 对吧 阵营斜杠 然后axes是轴型国 对吧 然后那个allie 是这个 这个同盟国 我们找一个同盟国的啊 这怎么都是轴型国啊 第一个应该是同盟国吧 一个我看那个是比利时的啊 对 allie的对吧 前面这个是固定的 e nation nation lational light lational light lational light 我不知道怎么评啊 这个啊怎么读啊 rlight是指这个 呃 同盟国 然后 呃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确定你在那个诗的这个那个选的里面 你是同盟国那块的红色那个背景的还是那个灰蓝灰色那个背景的 好 然后这个division tags啊是是诗的这个标签啊标签的话 default是如果你是要多人模式使用的是default肯定是要的还是一个默认啊 我不知道default是是不是还是说是dlc我不知道这个我一般就照抄了 然后这个是指他的国家对吧 他是芬兰 如果你是苏联就是sov是德国就是gr是美国就是us什么之类的对 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个阵营标签啊这个没有顺序关系的你知道都写进去就行了 他是轴型国 然后这个标签表示你那个诗的那个图标 他是一个步屏式 sojo是个步屏式 然后他如果是个装甲式的话呢是那个啊 我看一眼这都是步屏式啊啊装甲式是armor啊 看见他是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就是比利时吧 BUL 不对啊 这是什么事不知道啊 但反正他是呃不是比利时他是那个嗯 努玛尼亚保加利亚呃 哎呃我不记得了啊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呃应该反正是那个 南欧类块的吧 呃他是投盟国的你看没有然后 知道国别啊然后这是地方他是多人模式的诗然后他是写的easter east表示他是这个东现诗啊 因为呃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 他这个意思的主要是给这个他游戏本身服务他是因为这个他多人模式啊有的房间是只允许东现诗就是完全符合历史啊就不让西线是入场的 因为他背景是在那个呃东现嘛 对吧 所以他有带easter的诗表还是东现诗啊没有带这个意思的表现就表示他是西线或者说南线或者说呃其他地方的诗 OK啊啊啊啊啊是啊啊是指的坦装甲诗啊 soujo是指步兵诗 还有一个是这个 是是叫mac吧 好像不叫mac但是我可以看一下那个 啊m e c a a m e c a这个 呃m e c a 表示他是一个这个机械化 步兵师啊m e c a 那个 呃呃就三种嘛标签嘛对吧就跟我们在那个 诗的列表里面看到一样就是装甲诗是一个坦克标志嘛然后那个 呃机械步兵师是一个半里带车的标志然后步兵师就是一个步兵的标志 他是这个给他标志有关 我还是回到那个 啊 哪哪哪去了找不到了 啊搜一下吧 OK所以soujo表它是一个步兵师啊然后他是east上面east他是东线师 然后这个表示他的就是之前那个分级他是一个c级师啊 他这个标签最好是都打上这样打上的话他就会把 对应的就是说他会把这个 对应的那些那些标签啊他的游戏会自动添加进去比如说你打了这个soujo这个tug 他就会自动把那个对吧诗上面会放上那个步兵的标签啊就是就是步兵那个标记所以你打一下tug是有必要的 好然后这个是他的经济 经济的这个list啊就是他对应的一个 经济就是那个 每个阶段每分钟获得经济啊你要给他命一个名 这个他 之后会有一个但是 他会有一个这个就是在这个 这个里面的division economy看里面这个里面 他专门一个就是 不同的诗对应的这个经济啊所以你要给他命一个名之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里面啊这个这个gameplay的dex里面去修改他的经济在这边说 引用从那个地方引用过来是一个 就是对应他的经济经济的 这个诗经济的采用的这个经济模式是这个名字啊他去去那边引用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个gui在这个没有用因为下面这些东西所有的都基本上说不管是单人是多人是都不会写啊 他他简单理解就是这个提示的一些这个什么 呃标标题啊这个主要描述部分啊这种用提示的东西但是一般来说诗他 反正都没写提示啊所以不管不管他 这下面这块不管他 这个是available for play啊就是能否玩对吧这个这个肯定是要chill啊因为你写forced的话他就玩不了啊就是这个诗能不能玩能不能用啊 你要是写的是forced的话他是 就绝对不能用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肯定是chill啊 肯定是为为真啊他这个是啊下面是他这个就是啊他每个阶段的这个啊一个这个收入水平啊但是他这个其实是意义不大啊我建议是不要改因为他多人模式啊就他他他在那个在在在在在这个里面他专门有一个就是去去写的所以这边你就不要动就行了就这样啊不要动他啊 可能他是我感觉像是以前就是他可能是旧版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呃应该有个什么就是不同的诗他可能收入不一样 但是他因为现在平衡到现在他这个游戏一直在做平衡嘛他就是所有诗收入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不分这些东西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旧版的遗留产物啊 这是我的观点啊反正不用管他你就不要改好然后这个地方是pack list的map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呃呃呃就是说他这个 他这个诗啊有什么卡啊就是前面这个呢是他这个单位的这个名称啊然后后面这个表示他是有几卡啊比如说他有这个呃呃他有这个牵引的toe是指牵引的还是什么啊toe不是啊不是不管他这个toe应该是一个什么不知道呃呃他是有个芬兰的第17 是多人模式的一个203HL7分担的啊这是一个他单位的名称应该是有一卡然后有这个这个玩意啊什么vkt什么东西的有两卡啊然后比如说他有这个bunker啊就是防御的一般多人模式用不到的有这个工兵啊是这个指挥工兵啊cmd commander分担的有一卡然后普通的工兵有两卡啊然后然后什么m3012毫米啊 有三卡啊在这个就是他有什么单位然后有几卡啊对吧如果你比如说我想要给芬兰加个虎王啊也可以你把那个虎王的那个单位的对吧连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写个几卡当然其他地方也要改我只说这里要改的话他因为他这他几个文件是互相有联动的啊之后我们在我到视频后段我专门去做一个新事的时候我再说到底要怎么改我这边只是说要每个地方结构 就他有几卡的什么几卡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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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啊就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给他添上ok然后这个呢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征召点数啊哎他为什么是55点我没有买过dlc啊所以我不知道 分担实际是是dlc的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55点一般来说多人模式都是50点的征召点啊 对吧我如果没说话多人模式的这种是啊都是50点啊你凭什么来55点对吧你看一般都是55点啊一般都是55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是啊一般都是50点说说一般都是50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要写55啊搞不懂啊也呃 就是因为我好像我不知道我有我应该没有1710吧我可能看不到不知道啊反正这个地方就是一般都是50点不要改啊但啊你可以改也不是不要改就是他默认一般是50点但是因为你是自己做梦的嘛那一般有的时候想怎么爽就怎么来所以你可以自己改一点比如说啊改成300400都可以但是我建议是不要在这里改我们可以直接在卡组那个就是每一个每一个卡位的这个费用的你全改成0 对吧那个我觉得比这个55要好多了因为啊比这个50啊55啊这也好多因为那个地方就表示你每你不管用多少人卡都是0费啊对吧那就跟这个点数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改那边好一些所以这里也可以不要动 好然后下面就是首先是一个这个cost matrix啊就是他那个我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他是一个叫做花费矩阵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卡嘛不是有什么侦查呀步兵啊坦克啊什么的然后然后每一个栏里面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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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嗯怎么说每一个师他他他栏位不一样嘛然后可能有有这个是可能有三个栏位的侦查那个是可能只有两个栏位的侦查 然后每个每一个空位他有不同的费用嘛对吧这个就是这个费用他调用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在呃之后我们会说到在这个division cost matrix这个文件里面啊在那个里面去定义他这边直接是调用 好然后下面是ample texture就是他的这个诗的图标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图标啊图标他是调用的这个玩意啊他这个是游戏默认的如果你各位家我等会也会跟各位说在哪里去改 也是调用这个玩意啊然后这个这个玩意是他的肖像啊就是师长的那个头像的那个那个图片是他哪里去调用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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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不是说明说说呃啊他是这个这个是调用那个就是他这个师的那个图标就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还是这个啊机械化师的那个图标啊是哪里去调用这个一般也不用改好然后这个是他这个这个师的这个所属的国家啊是分兰对吧反正 下面是这个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下面不要改了 下面是指那个 就是一些动画的这个图片 这个这个不用改 这个就是它是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除非你把它改国家 否则的话就是他 比如说是芬兰就芬兰 对吧 如果你是德国就是德国 除非你要把这个诗变一个国家 对吧 你把一个强行 把一个德国诗变成苏联诗之类的 那种那就可能要跟着改 就是把它的国别改一下 其他的不用改 OK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Division 这个这个文件的结构 然后我们之后说一下 这个Division Rules 这个诗的规则 我们还是找这个芬兰实习师吧 既然我们讲了他 对吧 OK 这个里面呢 讲的就是他这个 这个诗啊 他那些卡 他就是 之前我们说了 他能带几卡什么单位 对吧 那么每一卡的单位 他是数量 老链程度和他的这个阶段啊 是是是在这里定义的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 对吧 我们之前说他这个 他可以带这个203嘛 HLC203啊 然后 Alaib Available Without Transport 表示他这个是否可以不带运输车辆啊 为去就表示他可以选择不带运输车 虽然对吧 真真正组卡的时候 没有人会不带车吧 对吧 但是他可以不带车啊 就是这个 因为确实游戏里提供了这个选项 你可以让步兵徒步上战场 你可以让炮 直接就是推着上战场 是没有问题的啊 虽然很蠢 好 第二个就是他能够使用的车辆的这个 呃 列表 就他能使用什么车啊 这后面就是跟着就是用逗号隔开 就他能够使用RSO这个补给车 然后他能够使用这个Fall的这个这个一个一个卡车啊 然后Maximum Pack Number啊 就要是他这个对吧 他这个啊 数量啊 就是他他有几卡啊 还是还是跟刚刚 其实跟刚刚那边是对应起来的 跟Division那边对应起来 他能够用几卡这个 呃 几卡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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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他值得一卡203啊对吧 你只有一卡203 好 然后这个是这个呃 就是每一个阶段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卡他的每个阶段能就是这一卡能够出多少个单位啊 顺序是A B C 就是说这个卡如果放在A阶段 那么他就只能出一卡 然后放在B阶段 他就是两卡啊 不不不就两个啊两个都都是一卡 然后如果是C阶段出他都就是四个啊 这个数量是代表着没有 这个这个数量是一个基本数量啊 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个东西就是那么对啊 有人就会老链呢 那么老链是下面一个就是 不同情况的老链啊 他能出多少啊 这个这个这是一个系数啊 那么这个是呃没有老链的情况下 他是零啊 表示就是说他这个单位没有那种新兵的就是零星的单位啊 都是零因为零零成任何数都得零嘛 然后一点零啊 所以他这个乘数里面一点零表示是基础的就是他在 呃他在一星状态下对吧 然后是一二四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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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好 然后零点四九啊 其实这个零点五是一回事了 对吧 零点五是一回事 就是说他在这个两星的情况下 数量会要减半 就两星的情况下 他的A阶段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他他为什么不用零点五 还用零点四九 因为零点五的话 这个游戏他四手五入 他就会还 就是说A阶段还会能用一个零点五的 但是零点四九就不一样了 零点四九他就小于五就就就就舍掉了 就是说呃 两星的话他就A阶段不能出出不了 他只有B阶段啊 可以出一卡一个 然后C阶段出两个啊 这个意思啊 所以两个结合起来就能够组成 就是说一卡他每个阶段能代表多少数量啊 然后其他的也是类似啊 我们对吧看一下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工兵啊 工兵指挥啊指挥工兵对吧 叫做工兵连长工兵连长他也只有一卡 他是一个360C阶段是没有的 他这个也是没有这个新兵的连长 只有一星连长或者两星连长 一星连长就是三六 二两星连长的话呢就是 呃不知道你乘一下吧 让我们乘一下吧 这是两个啊1.98就等于约等于2 两个啊 这个是四个啊就是三六或者二四啊 就是三六或者二四啊 工兵啊这也是同理啊就同理就是 就是这里就是定义他所有单位啊 他是哪个阶段对吧 像这种啊这个是什么 一二四啊一二四啊 两颗五百磅的啊 他他这个就当然是没有卡车 对吧是飞机啊所以他这个数量也在这儿 OK啊全部都要写在这里 啊然后啊下面这个是transport ruralist就是表示他这个运输车辆啊 他车的那个数量 对吧比如说啊这种车 对吧他下面就是车啊车的这个名字 这个是车型号啊这种车 他最多是六辆啊只有六辆 然后这个ford这个这个车 有四百辆啊福德福特吧 然后这个cuba wagon啊 cuba wagon啊有这个三十辆 对吧就是他这个车辆总数啊 因为经常各位走卡 有时候经常说哎快车都带快车 哎这个快车不够了啊所以怎么的 这个就是定义那个车的这个数量啊在这儿 好然后没有了啊就就这一块啊 就从这个地方到这就是这个诗的他那些卡的 还有位置的定义啊有好多啊啊就这一块啊 从第一个括号到到下面一个括号括回来 然后记得打一个这个逗号 就是他的语法 这是他的这个叫做division rules division rules 这个规则好这我说完了以后呢就来说一下dex dex就是他这个卡组啊 其实这个东西和之前也差不多类似啊 也是也是有些关系的 他说明的东西都很类似 啊对吧 这个实际师啊实际师 ok 嗯 这个dex呢他主要是指的是那个 嗯 自动编组啊就是官方的那个自动编组 他就使用在这个里面 啊这个stream啊这个是一个名称这个无所谓啊这个只要不重复就行了 跟其他单位不重复就行了 然后dexdivision就表示这个自动编组他对应的这个诗是哪个诗 就就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一个一件自动编组他不就那个电脑不是那个系统就给你生成一个很傻逼的编组吗就是在这个里面啊全部是由邱景自己写的这个傻逼编组啊对啊插一句话各位如果真的要玩这个游戏然后喜欢不管是跟电脑玩啊玩单人模式啊就是遭遇点单人模式还是去对战玩多人模式千万千万不要用自动编组真的很傻逼啊哈哈哈哈好然后这个是 income by phrase tax这个不用管他这个东西就是index这个东西的话不管都是都是零基本上不管 零就表示他这个选择的这个呃是这个平衡啊然后如果你是一二三应该会选择其他的啊我没有测试过等会我们测试一下 好然后这个下面就是啊自动编组啊用到东西啊 quality 表示数量啊有用了机卡这个东西 然后experience leave啊就是表现他的这个啊使用的是几星啊是一星两星还是这个如果不写就是零星啊写了就是一星或者两星或者说你干脆不写就零星好然后这个呃 available from face啊这个这个一般就是说如果写了就是说是是是是a阶段啊对吧还是这个b阶段啊二就是我想一下呃 一二应该是指b11吧一般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应该不写就是a阶段写了就是我们等会也测试一下写了应该就是一阶段二阶段啊就不不不b阶段c阶段应该是这样的啊我们等会测试一下啊不是的话我们对吧这之后再改过来 反正这个东西啊就你不写的话就是默认默认状态各位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好然后这个deckpack啊就是他这个呃 这个单位啊这个是一个lighter也格啊轻裂兵他是一个这个是这个单位是轻裂兵然后坐的是这个车啊这个ford aa这个福特 aa这个这个车 然后是一卡一卡然后是这个一星然后阶段是个默认阶段我们应该应该是a吧默认阶段我觉得应该是a啊应该是a 下面也是依旧啊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需要去设置自动编组就弄一下如果你自己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只能记得你全部弄完以后还有最下面还要添加一个东西啊就最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叫做嗯 嗯private的这个东西啊就这个darkless的forautofill这个里面你把那个诗的那个就是把那个诗啊就就在这再贴一下就是在写一下只有写了这里然后那个自动编组那个按钮才是会变亮不然的话就是灰色的变亮以后呃只要点那个自动编组它就会按照你这个构建这个卡组啊去这个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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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但是一般来说自己自创的话嗯 嗯或者说该修改卡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去改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去改这个东西啊但是有一个如果你在修改已有的诗然后你把诗里面的单位有些单位剔除了删除掉了那么你可能需要在这个自动编组里面把他这个名字删掉就是以免这个发生冲突就是让他不能进行自动编组在这里面删掉因为你那个单位实际上已经被移除这个卡组了呢但是你自动编组里面还在用它 所以可能会造成问题啊好这是deck好然后还有一个是pax啊pax的话呢就是 呃这个东西就是就是单位啊就单位就没什么好说的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不要改啊一般来说是不要改的 就他是就是就是各个单位他的这个 GUID然后以及他对应的这个单位这个东西一般不改他就是他 只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对那个单位是叫什么比如说 对吧我想啊师机师我想加一个虎王对吧啊师机师啊是这里那虎王啊对吧我找一下虎王在哪啊对吧 呃konex是这么拼的吧conic sticker啊 图王啊对吧这个是这个十六专的虎王啊是这个亨色尔虎王啊 虎王h 虎王h 他的名字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然后对应一下 他的名字是这个样子的 就就比如说你要找虎王是什么 虎王虎王就叫这个 虎王就叫这个 这就是他虎王的名字 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 那么这边就讲完这个strategic strategic deck这个我没弄清楚 也没改过 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用 我看有什么用 好像是真没用 我我我都没改过 你看没有这个单位都没有 不知道什么用啊 感觉像是这个 感觉像是那个就是像像那个 将军模式 然后你要AI就是敌人的AI和那个 队友的AI会使用的东西 感觉像是这样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不管他这个东西不用管 ok 然后我们来讲这边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就讲一个是讲什么 讲一个是这个啊 虚虚立化我是不是没讲 的 的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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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如果我加了一个星试啊 不是改的 是加了一个星试 那么你一定要记得把把那个星试 就是你复制一个 然后把这个名字改成你星试的名字 然后再把数字往后面加一 就放到这个里面 比如说 对吧回车然后加一行对吧 就是你要给他去序列化 不然的话也是会出错的 就是它是一个规则吧 然后如果你是加了新单位啊 但是我这边不讲啊 因为新单位是可以做的 那么你要在单位里面给他多序列化 多加一个啊 如果你是加了什么别的东西 反正都都在里面啊 他都在这个里面 你都要给他 序列化多加一盘 多加给他一个编码 一个编码相当于是啊 这个就是讲完了 而这边的话呢 讲一下一个是这个 啊不是这个 讲这两个东西吧 就division cost 呃 matrix和这个division economy division economy就是诗的这个经济啊 新制经济 他这边有啊 就是这个 这是他默认的这些经济啊 就是啊 这个是测试用的 不管他啊 这个是这个平衡先锋 啊 独行侠巨无霸水平线 呃 v 对吧 16种啊 16种啊 这个是他旧旨啊 我们可以翻一下 他这个是他的旧旨 这个是法语 啊 旧旨旨旨 就是他 之前老的这个字啊 老的字啊 可以看出来他本来是 旧版本 他是把 苏联和这个 德国的这个经济是不一样的 现在当然改成一样的了 现在改成一样的 呃 之前是不一样的 你看他这个这个旧旨 他是不一样的 啊 就是双方阵营他的经经济是不一样的 但是后面可能是觉得平衡太难做了 所以就 就就就就一直啊 这个去童话插一句对吧 呃和英雄零二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对吧 就是 曲同化就是 怎么说呢 呃 我不评价他好坏 我只说这感觉像是一个即时战略游戏的趋势啊 现代的 我不说以前的 现代的 就是 刚推出的时候做很多不一样的差差异化 来吸引玩家对吧 就哎 我现在都不一样啊 经济也不一样 单位也不一样对吧 双方优势也不一样啊 我换个说法英雄零啊 对吧 你看那个 呃对吧 有有这个暴风雪对吧 然后德军啊德军好好牛逼啊 但是这个暴风雪一来对吧 那那苏军就是到处跑啊 怎么怎么样对吧 然后啊双方这个什么啊 这个呃 特点也不一样啊 阵营对吧 什么打快攻的后期发力的对吧 然后什么的很多差异化东西啊对吧 然后 之后啊 玩家进来了开始玩多人模式 然后啊这边不平衡那边不平衡 我操啥臂水泪平衡制作师被is的爷爷被is 什么 碾了 是吧 什么弱什么维系法国制作组 yugin对吧 平衡设计师的爷爷被is 啊爆头了 被被is 那个背貌风貌穿雅蛋爆头了 对吧 然后好好开始骂起来了 然后就就去同化对吧 就大家都一样啊 你有的我也有对吧 你有单位我这边也有平替的啊 经济大家也变成一样的 对吧然后这个呃单位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大家都是几炮穿啊对吧 这个公平竞技啊 呃我不说好坏 我只说这是现在其实战略游戏 呃的一个 特点就是游戏越做越越一样 就一个游戏出来很不一样 然后越做越同质化 然后没人玩了 然后就下一个另一个游戏啊 又又出别的公司或者其他公司又出一个新游戏啊 又是不一样啊进去玩又去同化 呃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导致了即即时战略没人玩了 还是因为即时战略本来就没人玩了才导致了这个搞不懂啊 我不是专家 我只是一个玩家而已 ok 呃 这是经济啊经济的话就下面的话因为这游戏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去同化了对吧 所以其实无所谓 那你不管是什么诗对吧 你不管是什么诗啊 你这个economy啊 对吧 他都是就前面是你这个诗的名字啊 就是我们在刚刚在也不是诗的名字 是我们刚刚在这个 这个里面看到的 就是呃 哪里来着 啊 这个东西呢 这个玩家 就是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economy list 这个名字 对吧 就就是这边的这个名字一模一样的 就这个一模一样的 好 然后ease就是是什么类型呢 啊 division economy German啊 德国那个样子 但是他已经去同化了 就他德国的这个经济和苏联的这个经济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无所谓 无所谓 其实是无所谓的 所以你只要选一个就行了 当然 呃 你像我之前演示的对吧 我是把一个历史战役的那个 苏联第 16 16edfg 啊 这个第16 精卫步兵 精卫第16步兵师对吧 变成一个遭遇战可用的师 那么我直接是使用了他的这个经济原型 那你也可以自己定义 对吧 他经济原型是 是有的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你看 意志对吧 你可以像 这样啊 就是多人模式这种标准经济 你自己去选择 或者是你直接定义他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你跟他这个 对吧 你跟他这个保持一致就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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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啊 看没有就是 ABC三个阶段啊 是多少啊 是多少 你直接这样保持一致就行了 那么他就会默认是这个经济 而不是你这种可以选择经济 当然你也可以在 对吧 你都做mode了 还关心什么平衡啊 对吧 你都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去改啊 对吧 就把它改成或者改成老板的 哎 对吧 你就说我觉得老板做的好 新版的做的什么P 对吧 你刚发烧的时候做的真好 这游戏对吧 现在怎么P都不是啊 你把这个给他改回来 把他改回来 变成老板的这个经济模式 也是可以的 这都可以的 你都做mode了 那就是你说了算 对吧 you you say calculate 什么什么孙一峰 行 那就是这个啊 下一个呢 是这个叫做cost matrix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说不用改那个 就是那个 点数 这个是这个侦察 这是默认的 侦察 inventory 是这个步兵 对吧 坦克 支援 反坦克 这个啊 dca是这个 嗯 什么来着 art是火炮 这个是空军 这个是防御 防御一般用不上嘛 对吧 支援 反坦克 一些什么来着 坏了 坏了 忘了 最小尴尬 赶紧拿开个表看一下 哦 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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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表是我自己就是平常组卡 这个时候 会用的一个计算表 这个很简单 各位自己做就行了 就是 就是把那个算分嘛 就是就是 因为他最好是你一个阶段的兵 最好能够 出完嘛 就简单的一个算分 自己大家自己做就行了 防空啊 防空防空 防空啊 对 然后这个就是他 然后这个 这个中括号里面就表示他有几个位置啊 你看他这边啊 德国这个 武装 我看一下吧 这个多人模式版的吗 武装啊 不是不是武装 而是 党卫军啊 是5ss 5ss 5ss装架是他这个 侦查有三三个位置 然后分别是这个 费用是一费两费三费 然后步兵有这么多位置啊 分别一一二对至少费用 但是我说为什么不要改 因为如果各位对吧 想随便发挥这样的做mode了 你直接把他这个 你在这边啊 在division这个这个里面 把他这个 我还是以这个 告诉我 实习装为例啊 你把他这个 cost matrix这个东西 你直接改成默认 default 啊 为什么改成默认呢 因为默认是这个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将近二十九三十卡 每一个单位都能 装二十九到三十卡 你屏幕显示不完 就像我预览里面那个 那个十六镜 十六镜的那个步兵 十几卡 你根本就 都要拉拉那个 横的那个滚动条 不然你显示不完 对吧 而且所有都是零费 就你随便选 所以你不如直接让他 变成这个default 变成这个默认的 就简单了 对吧 你这 你根本用不完呢 啊 根本用不完 而且你还可以把对吧 这个单位数量对吧 改成这个九十九 哎对吧 你只要装一卡 你就可以一直处 一直处一直处 只要你有这个分数 啊 所以这个啊 是这个 你直接用这个default就行了啊 后面这个 就是对吧 你到时候你直接把这个一改就完事了 by the way 是什么意思 搞不懂 OK啊 这是一个 matrix 都讲完了 然后就是最后讲 也不叫最后吧 之后来讲这个localization 这个东西我建议一定要用这个文本打开 不要用一个色表啊 不要用一个色表 这是一个他就一句话 它是一个样板样板你要自己用的话呢 你就复制这个样板 然后在下面自己去改 我们只要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token 这里 一个是这个reiftex这里 token呢 就是指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编号或者说代号 嗯 还是以这里为例啊 还是以这个17式为例 token就相当于这个玩意 啊 这个玩意 注意token他他只能支持最多10个字符 英文或者数字 10个以内 啊 你随便去数 什么都可以 只要和他的不重复 但一般来说很难重复 因为 他这个制作组还是这点比较严谨 他所有的官方用的 这个他全部是10个写满了 并且 就是你很难跟他去重复 因为你就算输一个a 像我测试里面我就输了个a 都可以识别出来 所以 一般而很难重复 OK 比如说我们对吧 我们这个可以输一个token输个a 对吧 然后reft tax里面就输你这个 就就输这个什么就是你需要显示的东西 他要显示什么东西 输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在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输的是这个是的名称 对吧 你就在这个里面把这个token这个a打上去 或者说我这边输的是这个简介啊 你就把这个tokena打上去 他就会在对应的位置显示你这个输的这个输的东西 你记住只要 替换token不要把刷引号破坏了 这里也是一样 不要把刷引号破坏了 你就输一个字 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把它在这边调用就没问题了 OK说完了 那么 在我演示之前最后再说一个这个 asset modding 这个东西这里面是放图片的 放图片的 放完图片以后 如果你要改图片 比如说我要改诗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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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章 不不不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徽章 或者说我要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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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 师长的那个照片对吧 这些东西 或者说 更进一步的 我想改步兵的这个图片 啊 这个就比较高级 我等会不会是啊 因为步兵的这个图片也可以改 我告诉各位在哪改 那是等会我测试 应该不会测 因为那个会复杂一点 啊 他要改那个的话 我们需要到另一个问题家里面去 不在这了 在这个 gamedata这个 啊 generated的还是 啊 是 看一下不是是这里啊 gamedata这个user interface 然后里面有个 localization 哎是这个吗 啊 不是 不错 不是这 那是哪来着 搞一下啊 不急 啊 在这 大家看到 在gamedata gameplay ui 啊 ui这个里面 然后resource resources 应该是这么读的 然后texture 然后这个里面呢有这个 看一下啊 这个是教教学啊 这个里面是教学啊 嗯 啊 搞错了 搞错 还是在gamedata里面 我搞错 那个是这个也可以打开啊 这个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参考 这个可以打开啊 也没有算错啊 这里是可以打开这个 这是个参考位 呃 在generator的gameplay里面有个ui resource texture 打开 在这个里面呢 如果你要改这个 师长的那个照片在这个里面 这个texture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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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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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树板texture啊 这个里面就写了就 你看每个文章是这个样子 什么这个结构啊 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个 上面是这个标准形式 下面是他的文件位置啊 然后他是一个 什么什么command 这个这个 这是师长吗 不是啊 错了 不是这里 division texture 是这个吗 啊 是这个division texture啊 在这个师的这个texture里面啊 是这个texture里面是这个 看一眼啊 哎对没错 他的这个 灰啊 军队的徽章啊 或者说那个部队 那个那个那个徽章和他的这个 呃师长照片都在这个里面 他文件名都在这个里面 看没有 他是 他是要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索菲亚 这是第三步兵师 然后这个是什么cibge啊 芬兰第17师对吧 是调用这个图片啊 这是他系统内部的 呃这个我等会以这个照片为例啊 就是说如何调用这个在 我们放在这个assessmoding里面的图片啊 如何调用在这个里面改 啊对 然后这边还有些国旗啊 国旗 国旗他 他分那个正常版国旗和这个 呃 和这个 呃和谐版国旗啊 就是 嗯 国国趋势没有和谐了 就是把那个万字旗和谐了 对吧 就像 嗯对吧 因为你像在德国或者说周围相关一些国家 谈论纳粹就和在中国谈论这个日本军国主义一样 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 是要对吧 在德国 搞纳粹旗啊就跟在中国搞那个旭日旗一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所以他就和谐了 对吧 那个不要说和谐是这个中国专利啊对吧 那德国也是一样的 那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的 不是只有中国有啊 又插一句先话 很多人都总觉得啊这个 啊这个什么 啊这不好那不好对吧 你看这什么东西都是 搞文字域搞什么 那这都是 不不不不 大家都是人对吧 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你这儿不准别人说话的 别人那其实有时候也不准人说话 一样的一样的 嗯 OK啊 这是一个 division texture啊 在这里啊我找错了 因为我 怎么说呢 嗯 这个地方因为确实卡了我很久 因为总是找到地方 然后如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 rts natal texture 这个是指的就是那个 部队的那个 叫什么来着 就那个图标 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那个部队的那个单位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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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rts 就是在屏幕上面那个部队 头上不是有一个那个标吗 就是就是那个东西啊 那个那个那个东西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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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懒得改了 是这个那个东西啊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这个 啊我我忘记在哪了 胖吗还是什么 是这个吗 好像不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 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部队 征召的征召部队的时候的一个 图标 我忘记是在哪里了 啊 看一眼 哦 rts 哦 那这个应该是放在一起了 是吧 就征召部队的图标和那个 看一眼啊 啊对对对 一个是nato 一个是rts 哦 这个不 这都是步兵图标 他只不过是那个游戏设置里面可以可以切换就是你使用那个北约的标准图标还是使用这个 呃 战争游戏 就是不不不不 钢铁之师他那个呃官方 对应的那些图标就是步兵就是一个步兵的样子坦克就是坦克样子 nato就是x对吧一个一个那个轮子 那么有椭圆啊椭圆对吧就不一样就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可以改啊 啊这个就不说了就反正在这里 呃他这边是一个参考值啊就说 比如说texture啊对吧在这个 他的固定语法啊有哪一些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这个 呃 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固定语法你可以做一些参考吧 啊 也有限其实也有限因为我改的也不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混用 我修改也是就是他用什么语法我就根据什么语法 我也不敢多改 行那看多久了啊 哦一个小时了行那我们再用半个小时就 做一个啊 因为我之前那个测试其实没有做很多没有做很多修改 我只是原缘缝不动的放的 我们 这样我们 先这个文文文档我来写一下就我们要答应了什么 我目标啊 我们要创建一个新诗啊 我们要创建一个新诗 对吧 呃要是一个德国诗 OK 呃 我们要把虎王拉上来 啊 还有什么 呃我要把就是把牛逼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啊 呃 嗯 虎王H对吧 呃 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啊 呃 呃 暴计 然后这个呃派克43 呃 呃 还有那个德国有什么大口径炮嘛 呃 除了150以外 有没有更大的 呃 炮关那个我觉得有点不爽 不过炮关那个 算了吧就这样吧 我不搞复杂了对吧 他以模板的话我可以随便找个模板吧 我们就武装吧武装我肯定有 因为这个是默认的 对吧 我们就武装啊给武装搞个虎王H搞个暴击 武装武装以前本来有派克43有暴击吗 忘记了武装好像 我玩的少啊 不知道 呃就这样啊 然后 然后 呃 真招肯定是全改0啊 然后30个对吧 然后这个数量要拉多啊 黄H我们要一火车对吧 我们要这个 呃至少10卡以上啊 暴击也是啊 10卡以上啊 派克43也是什么10卡以上 好 然后啊 对我们还拿一点步兵了 来点什么那个七八兔的那个 死多么 舌舌啊 我不记得那个拼了 就是那个1313百元 P44的那个玩意儿啊 也是一堆卡的 然后全部要能A阶段能上 然后A阶段要是99个 然后 呃 两星99个啊 大概是这样 完了以后这个新诗的简介啊 随便瞎写点东西吧 就就就牛逼诗对吧 就简介要写个牛逼诗什么的啊 然后 照片照片 我没有什么 我我没有什么照片 怎么办 能不能放那个彩色照片啊 我把我的头像放上去吧 要不就 就这个 就这个 啊 QQ头片 就这个 我这个头像 把头像放上去啊 这个零骑士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应该就这样吧 啊 啊部队徽章 部队徽章 呃 啊 就 我就一个头像 没别的了 呃 就 部队会让我们换一个 我们不愿用武装的 对吧 我们换个别的 就是换个其他部队的徽章 对啊 我们试试看 好吧 行 那就这样啊 OK 这个目标定下来 首先 我们开始啊 还是对吧 把这个三个文件夹打开啊 首先是这个 generator的 呃 gameplay deck 对吧 然后这边的 普通的deck 然后这边是那个 呃 localization OK 好 首先去找一下武装啊 division list 找一下five five panther 嗯 five panther 找一下 不要用英文书吧 不要用中文书吧 好 这个啊 dvr 为什么是dvr呢 搞不懂啊 反正就这个武装啊 复制一下啊 我们就叫他这个 嗯 二零七装哎 我必须要加零啊 后面不要 后面不要 OK好 这个新名字定好了 先这个文件夹先别关啊 这个文件先别关 好 然后我们去这个division里面啊 先找一下武装 我们把武装直接复制一下 七装 那就叫七装吧 虽然我不知道历史上七装是个什么鬼样子 但是我叫他七装 嗯 你这个地方也是五装 明明是31装 为什么ember是五装 好不懂 啊 这个啊 是这个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份 我们就贴在下面 贴在原封 不能贴在下面 啊 首先把名字改了 改成这个七装 啊 其他不要动 好 然后我们生成两个这个 啊 这个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不管了 我重新生两个 甚至生成两个GUID啊 把它 替换到这两个地方 啊 好 替换了这两个地方 名称 好 把那个打开 好 复制一下啊 对吧 我们这个token我们就选 我们叫做 7 panzer 对 就叫3panzer 好 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啊 名称我们就叫他这个 呃 7 panzer 就行了吧 7panzer 没问题了 好 下一个 是这个 description啊 我就按照他的格式啊 ds gr describe 搞好复杂 就ds就行 ds啊 这个是这个 对吧 牛逼师啊 就就叫他牛逼师啊 总之就是很牛逼 好 我们把这个名称这里哎 过去 你肯定其实无所谓啊 不要也没事 你肯定无所谓 ok 等级一级啊 A级啊 这个 对吧 他他因为很牛逼 我们就A级吧 是德军的啊 对吧 gameplay 这个其实无所谓 这这个是他之前 老的老的这个标签啊 这个其实加不加到无所谓 啊 东线 然后是这个党卫军 啊 为什么是党卫军啊 新吧新吧新吧党卫军 嗯 轴心啊 装甲 啊 一级是啊 没问题 啊 然后我们这个economy list 我们对吧 还是要改成这个7啊 专有的这个名称啊 改成一个7 7判斩 这个已经换掉了啊 没问题 其他都不要改 这边都不动他 好 然后这边就是pack list pack list 原本东西我们先不动啊 我们直接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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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隔壁找点 对吧 找点帮帮帮忙的来啊 在这个pack里面 虎王虎王虎王 在隔壁去找点虎王了 16桩或者21桩都有虎王 啊 这个是亨士尔的 亨士尔 亨士尔垃圾啊 亨士尔垃圾 亨士尔不要 呃 陶特陶 特陶 特陶也有虎啊 特陶两种都有 啊 我就21的这个虎啊 来来来整个21的虎 呃 看看啊 descriptor 我们先复制吧 把这个 对吧 把这个条目先复制一份 好 把这个名字 名字改成这个 这个 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 哎不对啊 这是潘子跟的地儿 啊 搞错了 是这个 你怎么改成潘子跟的地儿了 这个 还是啊 对吧 啊 99个 啊 上来99个 啊 然后这个 我们要找一个派克43 这个东西可以关掉了 派克43 派克43 啊 没有 那那难不成是这个 啊 有了 看看啊 有这个 看哪种啊 这个是 12步兵式的 17ss 这其实应该 应该是一样的数据吧 感觉是一样的数据啊 那我们去其他哪些地方借一个啊 借一个借 就17ss吧 去17ss借一个 我们还是把这个地方再复制一份啊 啊 不是这个 啊 这个地方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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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已经可以关掉了 呃 再再借一个啊 借一个 嗯 这个 好 我们还有这个 stormsourcen啊 那个 是stormsourcen 是这样读的吗 嗯 这个可能有点难找啊 因为 突击单位有挺多的 但是那个 那个 啊 stormfear 不是 不对 fear stormfear 不是 storm storm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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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silier fusilier pandafusilier 哈哈哈 78突的啊 storm stu stuzen storm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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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我不知道德文啊 不懂了 我不读了 免得一些有德文的人都听不下去啊 对吧 有懂德文的人听不下去了 都说 不读了不读了 啊 这个 就是这个mp44啊 版的啊 对吧 我们拿一点 哎 99对 好 啊 这个 借完了啊 在隔壁的地方 对吧 都把都把装备借完了啊 啊 点说不动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点说我们换一个 我们就要 哦 不不不不不 这个东西不用换 还是要我们去找这个 cosmetrics啊 直接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就行了啊 别跑 我们直接用这个默认默认就行了 好 标记啊 emble 开始了 我觉得武装的不好看 对吧 我们换一个啊 找一个 嗯 这个先关掉 这边不要用了 我们找一个这个 ui resource texture 嗯 division 我们换一个别的诗的标啊 我这是做演示啊 啊 七八突吧 那个那个拳头我觉得还挺帅的 就是 七八突那个拳头我觉得特别科幻 有点像那种 啊 机械手的那种感觉 就虽然他那个拳头其实上是一个人的拳 但是我越看越像那种 机械臂的那个样子 啊 找一个这个 嗯 我们把它换成七八突的那个铁拳啊 铁拳铁拳怎么砸我头上了 铁拳 啊 来好 好 这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改了 这个地方要改一个改一个 嗯 还是texture这里啊 嗯 等一下 不对 啊 没问题 嗯 我们要找一个 嗯 把那个 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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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改个名啊 改个名 改个名 改个名就叫零七 哦 对 他不能用JPG 所以我们还得用Photoshop打开一下 啊 这个地方 再说一次啊 之前我没提到忘记了这里 郑重提醒一下 就是 你的图片啊 他只能用PNG 但是PNG千万不要用Windows自带的这个 这个玩意去把它另存为另存为这个 啊 PNG啊 不不不 不是 是这个save as 不要用他这个有问题的识别出来会出错 我建议是用Photoshop或者其他那种反正是专业图形软件去处理啊 Photoshop打开 用专业图形软件去处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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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 对吧 存储为副本 然后选PNG OK 保存 啊 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用那种Windows什么图片浏览查看器啊 什么photo啊这种东西去存是有问题的 他最后会使用不出来会报错的 OK 换成PNG 啊 零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这个 嗯 Texture里面啊 这里面 对吧 我们还是先添加一条 我们先找这个武装吧 其实在哪都行啊 我只是习惯一下 把它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是 amble amble的图片 这个武术 这个武术 我们是找那个 division emble 我们是要找这个 找这个 他本来是这个 呃 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叫 呃 decker啊 decker啊 decker这个这个 呃 师长吧 应该是 对吧 我们这个换一下啊 我们先复制一条出来 呃 这个名称 我们就改成 数字是不是不行啊 我感觉可能数字不行啊 不管了 我就改个数字 看看吧 如果不行 我们再换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有有讲究了 首先game data 我们是不要的 因为game data指的是这个 呃 游戏文件 那游戏文件肯定是没有我们这张图片的 而且是彩色的 对吧 所以 首先就是我们先把这个 呃 我不知道彩色行不行啊 因为游戏里面全都是黑白照 对吧 都是那种老照片 如果不行 我们能不能再换一下 把它颜色换成黑白 我不知道行不行 呃 把game data 我们换成这个 要换成这个 mode啊 换这个mode啊 mode吧 应该是 就是文件夹啊 我们要换到这个 呃 怎么说呢 换到这个 mode这个文件夹 换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换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然后我们这个 哎 不对啊 mode应该就行了 mode应该就行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文件 我们这个本身mode这个下面的这个文件啊 mode这个文件夹 是不是这样的 我我我看 我看下之前我的那个怎么做的 我有点忘记了 啊 我看下之前怎么做的 不急 啊 嗯 这个 啊 啊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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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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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就是指的这个这个文件夹下啊 这个文件夹下啊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只要把 这个 把这边都 给它删掉 啊 斜杠不能删 呃 第一个斜杠我们选这个assetmode 这个文件夹 复制一下这个名字 放到这里啊 就是这个文件夹里面 对吧 然后一个叫07的这个文件 OK 啊 这样就 就就差不多可以了 但是还要改个东西 我们这下面还要加一条 这个 啊 不是不是这个下面加一条 在这里啊 我们找到这个 哎 是这里吗 啊 连克啊 这里 我们再给它把这里啊 复制一下 这个东西是一个 呃 怎么说是格式是这个样子 复制一下 对吧 然后把这个名字啊 这个地方改成07 啊 保存 换掉 OK 那么我们这里也改成07 希望能识别吧 啊 这个是个装甲师啊 没错啊 是个装甲师啊 不 我 我有点变卦了 我想把它换成别的啊 就装甲师吧 装甲师 或者机械化 看机械化 我想改成计划 啊 我想 我把它改成这个计划 MECA 啊 我不想要这个装甲 啊 没有什么问题 Country ID是SS 其实 我不想要SS 我想要GR呢 对吧 我看一下 Country ID这个东西 应该是可以改成GR 啊 只有SS吗 德军没有GR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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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否真是维席法国制作组啊 我先看一下上面的武装啊 啊 武装本来就是SS 武装没什么 那那别的呢 别啊 你真 你真全是SS啊 不管了 那叫SS吧 都是纳粹啊 啊 不管了 就是就是这个 就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哦 这个应该是指那个旗子吧 就是因为我国区是没有和谐的版本吧 中国区 所以他肯定就是 用的万字旗 所以应该是这个 应该就是SS应该是指代那个万字旗 然后和谐的话是一个铁石字嘛 你本来说 呃 就是对于纳粹的和谐都是用铁石字来替代嘛 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没和谐版本 好 然后 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话 有必要吗 哦 这是solo 哎 这是solo的 那我那个那个 哦 在这啊 这啊 对吧 这个 看一眼啊 其他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SS没改 啊 机械化 对吧 零七 好 先保存一下 这个东西关掉 呃 我们看还要改什么东西啊 还要改这个 我们这边是改了这个division啊 division 呃 division以后我们改下division list 啊 已经改过了 呃 rules ok rules 好 我们还是复制一下吧 武装这个复制一下 啊 这个 这个 no++还可呀 他有一个这个 对吧 有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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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黄线给你这个辅助一下 好 我们复制这个干嘛呢 我其实并不想改他的自动这个自动编程啊 因为确实没什么意义 我只是演示一下 因为这个你自己组的话对吧 你 完全无所谓他这个自动编 自动这个 就是 自动编组 啊 然后在这对吧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的七起装啊 好 然后其他东西不变啊 其他东西不变 哦 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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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了 要变 这个是division rules 不是deck 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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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rules要变 我们要加三 要加三列东西啊 加三列东西 嗯 以这个作为那个吧 复制一份 我们首先要加一个是这个 很舍的坦克 很舍的虎王啊 很舍的虎王 嗯 蟋蟀啊 不是虎王 去 啊 我们99卡 然后每个阶段都是99 99 哎 99 哎 然后三个阶段都是1.0啊 啊 别吧 我们要做点区别 对吧 我们这里改成0.5 啊 这里改成0.25 我们得看下效果啊 看下效果啊 就是虎王啊 好 下面是这个 啊 暴击是不是我们没放啊 啊 算了算了 不要暴击了 不要暴击暴击暴击狗都不用啊 呃 这边是这个派克 是3派克13我们能用的这个车 想一下啊派克43能用的车派克3他这个单位啊这个能用的车注意啊就是因为他车有一个运载能力 啊就是你不可能小车拉大炮 因为他跑他那个单位他在对应的单位那个那个那个里面那我就不设计在这个视频我不设计啊他单位属性里面有就是呃是他是一个他的这个重量是轻啊中很轻轻中还是重对吧他这个小车比如说摩托车你不能去拉 重的东西 所以他他他是拉不了的所以你这个车对吧你不要小车扛大炮啊对吧这个 呃我们选一个重点的玩意啊来拉这个扒扒炮啊 呃sdkfz当然是可以啊 呃251好像不行欧宝 欧宝感觉好像拉不了重的吧 我们叫这个10r51-10吧这个应该是可以拉的 或者1111应该是可以拉的 我们来来来个10啊valuable transport list 呃啊来个10好 呃有我们有10吧 10里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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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是呃 啊有flag 呃我们这个搞多一点啊搞多一点搞多一点啊搞600了 好多一点 哎 我是10还是11来着 啊11啊11 11是那个平就是平平没有那个没有那个雨棚的那个吧我记得是平领的 啊不知道反正我们搞个11我们再搞个10吧 就是对吧有两有两种选择有两种选择 啊打个空格 10我们也搞多点我们搞这个250辆啊 啊 啊好 呃好 这是43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这个 啊 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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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东木舍啊这个这个这个突击突击队啊这个MP44的突击队 啊 哎呃 坦克是不是也是 球啊 啊突击队啊这个呢我们 这个 这个没有运输啊我们可以选个FORCE我们试试看啊 我假如这FORCE我选个FORCE我试试看我测试一下 就是不允许这个不坐车啊必须坐车 然后他可以坐什么车呢他这个 他有10几个人啊那小车肯定坐不了 嗯 孔夫子70 做个欧宝吧 做个欧宝吧或者251 那我们放个欧宝先 哎我这个10是不是没没贴到 啊你怎么回事 放个欧宝先然后我们再放一个这个251 嗯 R51-10吧要不就别干别干别干1了什么干1 251-1多low啊 R51-10我们这个R51-10什么车来的 哎呦我我一百二十辆多高一点 欧宝倒是有很多辆啊 啊我原来是什么车来的我有点忘记了 确实有点忘记了 好对吧全部都是999999全部999 OK好 这样就搞完了 这个这个地方也编辑完了 OK我们再往下走 是这个division divisionase division rule的完了然后序列化 复制一下 啊哎哎哎哎搞错了搞错了不是这里 拉太多了 到这里啊回车复制一下对吧 啊我们这个诗的名字改改出来 啊是783 OK保存 啊最后就是一个pack了 应该只有啊等一下 pack改过了没改过 啊pack不用改 deck deck卡住 卡住 这个地方是个自动编的 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是不需要的 但是 呃 呃 呃我们我们放下吧就是 给他一个自动编组的能力 对吧但是我们 不修改这个东西啊 或者说我们改一下也行 试试看改一下吧 名字改一下记得名字改一下 然后这个卡组的对应的诗也改一下 呃我们选择第三种我看一下是应该是第四种 3的话应该是第四种 就是那个 jacknut 应该是这个旧吧 旧吧 旧吧的话呢我们这个再来卡别的啊 这个对吧我们多加一卡腐王 让他自动编编编组编一卡虎王 其他的我们先不自动编我们编组虎王进去 然后是要他用这个 二星然后是这个B阶段 一卡哎对 保存一下 完了别忘了这个 在最后这里啊不是 试着 是在最后这里是吧 啊没错没错 试着 呃把这个我们再搜一遍吧 他应该是 我加东西以后他这个位置不准确了 啊在这 复制一下 改成我们的这个契装 历史上契装是什么样的 我确实没收过 好 大家可这里也改完了 呃基本上差不多了啊 我们再去看一眼这个 呃 gameplay deck 这两个 economy 对 economy 哎 economy 呃说差不多了还有呢 这个division 对吧来division economy 其装对吧 ease ok ease什么呢 我们要改一下我们直接选一个特定的 哎 从过号打开然后想过我们是这样 呃我们A阶段来500个 每分钟500分啊B阶段 啊每分钟这个750分啊 对吧C阶段这个每分钟这个999哎 不错这个这个这个资源就很好 啊 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啊好 给他关掉 基本上应该 没有要改的了啊 想一想可能会要漏掉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测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改完了 好我们先测试一下 呃全部改完改完以后啊全部改完以后 我们在这个你这个模组下面啊 有一个这个generated mode 这个就是生成模组 另外一个呃 这个呢是做一个备份 这个呢是还原备份 这个呢是把你的模组就是比如说游戏更新以后 你的模组可能他会提示你不能用了 他版本旧了 用这个更新模组他就可以把你的模组升级 上传模组呢是上传到steam的那个创意工坊 我没用过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生成模组 生成模组双击要他会进入游戏然后黑屏然后他会生成模组 呃 需要有一段时间根据你的这个改修改量如果像我这种添加图片的话可能还会更久 所以我双击进入黑屏以后我先暂停一下呃 各位看视频应该会很快 但是中间可能会等等一段时间 等会我会告诉各位 各位可以看这个时间对吧 等会退退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时间是多少 大概就能够 秒了一下就大概就能够估一下是多久了 ok 我们先双击 ok 黑屏了那我就先暂停一下 啊这个刚刚是卡住了我没有这个暂停因为我刚就是他打开以后他黑屏以后我这个点一下F8他就直接弹那个报错了我本想等一下但是卡住了那那我就直接暂停直接双击吧因为我感觉呃就是 运行以后再暂停它会卡住啊他这个可能他设计是这样的我先暂停然后再运行 好呃他报了一个错误啊是有一个错误啊但是他这个错误是用法语写的所以就呃呃呃了有点 是吧有点能复制吗啊可以复制我们去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哦还卡住了啊行啊他这个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先把它关掉啊他还卡住了他说是在哪一行我刚刚好像看了一下的那个 呃 属性介入错误在24310行的这个弱势里面 我们去找一下啊找一下 呃 弱势里面两万多行是吧 是哪一行两万三四千三百亿 这里啊 嗯 感觉不像啊 这这是什么 嗯 感觉不像这里啊 那看样子是他不能用force 他只能用chue 我怀是这个我怀是这个 我怀是这个我们再试一下啊把它保存一下 哎呃我们再暂停一下啊 回来啊他这个依然是 有个错误啊也是 跟刚刚那个错误是一样的 有心错误 有心错误 24310 还是这个division rules啊 这个给他退出一下 再找一找吧他就 看是哪里错了啊 我先看一下底下 底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呃呃是不是我的语法有问题 难崩了 这都没问题了 那么就是车的问题车不能坐 什么车运不了难道是 看一眼啊 啊 那和这个这个应该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force还是可以的 嗯 是不是251-10运不了他还是说 这个车运不了他 Answer 就 就是 哎不对我先找一找这个单位他是坐的什么车啊 别急 对吧 别急 别的地方也有 你看没有 啊 是不是我不应该输这么长一串 呃呃是不是有点呃呃了 就 别急 名字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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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名字有问题 他要用的名字是 是这个名字 而不是你卡组的那个名字 是这个名字 是这个名字 就像这个八八炮也是一样 对吧 他是这个 他是这个 哎 这个名字 虎王也是一样的他他是这个单位名字而不是卡组里面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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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名字啊 是这个名字 啊 是这个原因 哎 保存一下 啊 对这个生成的时候记得把这些相关的文这些这些东西都关掉不然的话他 他会这个提示就是反正会占用然后导致你生成失败啊他会生的少东西 OK那我们继续暂停再重新生成一下 这回 爆出了一个错误是个逗号 啊 really really 我会犯这种错误 啊 真的吗 really真的吗 我居然会犯这种错误 啊 我现在是英文书书书书书法啊没问题 哦 这个地方有个逗号 不严谨是这样的啊 再再再再再生成 好家伙 这下这是有什么新的错误 啊 哦 他是不是 他是个D啊 10亿的 啊 完了完了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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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他必须要在这个 他必须要在最前面 你点一下别的地方他就会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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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 啊他这个D2C不一样他还他还不能混用 啊 还有这种设计的 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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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makeup 我这还真不知道 呃 我们先找一下那个派吧 我们先找一下那个部队那个单位啊 我们找一个派克斯坦啊 啊 不再用时期是因为他是D2C的 难崩 等一下 这什么呀 搞不懂 找找别的吧 21桩 20桩 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就是 普通88炮应该没问题了吧 男朋友啊 他居然还有这种设计 改成这个 忘了叫 这个 改成这个 那我这都要改啊 这个 要改 我先收收pack吧 这个地方要改改成改成这个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那个dlc啊 所以他不让我用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那个dlc 所以他不让我用 ok然后还有这个dlc要改 dlc不用改 dlc不用改 我没有 我没有设定那个东西 只要改这两个应该就可以了 再试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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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再再再再试一下 哈 又有什么问题 division 又又又又把dlc拆进去了 肯定是 不用看 这肯定是又把dlc拆进去了 救命 啊 这边是 这次是忘记打斗号了 哎呦 难崩 难崩 啊 再来 啊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那个 那个 那个卡组的那个 啊 完了 我又 我又 我要点其他东西了 又得把它解除任务 你这个法语真的让我有点难崩了 他说这个卡组什么问题 income by face index 啊 啊 那个东西必须是零 哎呦 坏了 我的 那个东西不能改啊 不能改 来啊 哎 不是这 是哪来的 试试啊 哦 不是这个地方 是哪个地方是是弱什么 哦 不是啊 是那个deck stack里面 这个这个只能是零啊 不能是别的 他他刚刚说最大只是零啊 就只能只能是平衡了 只能是平衡 不能改 啊 是这样的 行 那那这个确实我不知道啊 OK 继续 OK啊 这边写的这个模组生成功啊 然后他告诉我一个地址 对吧 他那个地址呢 我们就能说 在那个 他提示你模组生成成功以后 刚刚睡了多久啊 啊其实也就一两分钟吧 一分钟的样子 也挺快的 在这个你的这个用户里面啊 就是 C盘那个什么什么用户 你的用户名里面 我就直接在桌面上有了 然后在这个保存的游戏里面 啊 using system啊 钢铁steel division 2啊 这是你的这个钢铁知识的 就是什么存档啊 录像啊 什么本地的都在这里面 云的不在 本地在这 然后他会生成一个mode的文件夹 里面就是你的mode test2就是你的mode 然后你可以过来看就是你所有那些已经就是打包 你那些东西打包以后啊都会在这个里面 包括你这个 哎 他他直接把你的png变成了tgv格式 打包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 嗯 其实可以不要懂啊 没什么管 然后在 这个里面就是你启动的模组啊 test 我现在只用了test 这个我先把它删掉啊 啊 不关也行 这个东西你可以不改啊 只是说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就如果如果有时候他生成失败的话 对吧 这边有时候还会没有文件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就再生成一次就行了 啊 或者把它删掉重新生成一次也行啊 我搞不懂为什么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直接哎 开游戏 打开游戏 当然第一次打开游戏 嗯 他不会立即就是启动模组 你要勾了以后退出来 再再再再再再再开一次 好这个在模组中心里面啊 这两个是我在steam上下的 不是 我们把我之前测试的那个关掉 然后把这个我test2打开啊 应用他会说要重启游戏啊 点确定 然后他就会关掉 然后再重新打开 这个时候等一会就行了 他重新打开会 需要一点时间 等你等一会就行了 特别是steam版啊 因为他还要云存打啊 所以就更麻烦 他重新打开还要更久 搞快点啊兄弟 搞快点 有没有在开啊兄弟 怎么感觉你没有在开啊 哎 我把它停止吧 重新我手动打开了 我觉得我手动打开比他还快一点 啊兄弟我手动打开比你还快 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给我播放 声音啊 我明明点的是否啊 对吧我游戏应量都是直接拉到零 那你怎么 你怎么回事 这个又又恢复了还行 模组啊 没有启动 为什么 为什么 搞不懂啊 搞不懂 重新开是吧 搞不懂 你这个应用为什么要这么久 我 那等一下我们先暂停一下吧 哎好 终于他启动了 等了一分钟以后他终于启动了 哎呀 steam版 真的是 这是什么 就是购买正版以获得 这个更差的游戏体验 我真的他他因为steam云存打啊 还包括瞎云 我觉得正版对做模组他他他他比用破解版还要麻烦 而且为什么你 你还是没有应用啊 rely 你看他最后 服了 他最后还是没有应用啊 啊 why 搞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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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什么他不会应用这个 好了 我们回来 我解决这个问题了 啊 非常简单 就是这玩意是真的傻逼 我这玩意 这玩意是真的傻逼 我我我我我我跟我说就是 怎么改啊 就是你直接跑到你这个 我之前说那个保存mode的地方 你把这个 config我给你打开 把这个activedmode这个地方你你直接改选择你的模组 或者说如果你有其他的模组 就用这个竖线把它隔开啊 就加到后面 加加这个分号后面就加这个分号后面就行 我你直接手动改 然后再启动游戏啊就完全正常了 你用他这个我批用没有啊 这个玩意我知道 这什么什么弱智欧 弱智幽精 我知道 不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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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就就这样 我们已经应用了test2 好 我们看一下战斗群啊 看一眼 狮猎表 7装7th pander 牛逼狮对吧 这个啊 头像没有应用啊 可能是他不支持彩色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不支持彩色 可能需要把它弄一下黑白 等会我测试一下我 我暂停一下 等下测试完了以后 我再跟各位说是不是要黑 是不是一定是要黑白的 彩色反而不行 但是人家徽章是改了 改成这个 七八兔的这个铁拳啊 然后牛逼狮啊 没有问题 我们选择进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坦克啊 我的虎王呢 虎王在这啊 99辆哎对吧 ABC哎99辆来了 我们那个派克43呢 啊派克43来了 对吧99辆 然后可以选这个没有运输 啊 然后可以选这个10 11选不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这个啊数量不够 我没有改啊 呃 11他就 25辆数量不够啊 10是可以选的 OK 我们那个步兵呢 这个啊 他不能 你看他这个就哎 不能使用这个 啊 叫欧宝 好像他他不能使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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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没有载具啊 必须坐车啊 必须坐车 必须坐车 啊 不能不坐车 对吧 不能不坐车 啊 欧宝或者这个都可以啊 欧宝也可以 啊 但他反正是必须坐车 不能不坐车 OK 那这这就改完了 我们看这个啊 经济 对啊 经济是我们也是改了经济啊 没有问题啊 是这个 呃 机械化 机械化步兵是啊 没问题 我们自动编组看一眼啊 啊 自动编组看一下哎 二阶段虎王两星哎 放上来了啊 都没有问题啊 对吧 全部都没有问题 啊 就是那个照片有点问题啊 照片我们 我先暂停一下 我看黑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是用黑白 因为他这个他还是武装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长吗 不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这个头像吗 啊 不行啊 不行 我们先暂停一下啊 等会我们回来 我跟各位说 哎 我们回来啊 这个成功了 成功了 虽然他这个照片给我加了噪点啊 但是成功了 呃 原因不是彩色的问题是 呃 在那个texture这个地方我忘了 就是我开始改的时候 我前面就是最后啊 这个下来 我不是说要复制一行吗 各位倒回去 可以看一下之前那个 呃 这里改了 我这里忘记改了 所以 所以就没有成功 没有修改成功啊 把这里后面这里也改成啊 这个 我们这个文件名呢 就是 啊 和我们这个这个 和这个文件名一样的这个名字啊 就没问题 而且也是彩色的啊 没问题 那么所有东西都修改完了 OK 那就就是这样了 谢谢视频 感谢大家观看这视频 我是林七 我们下期再见